在追求完美的这个路上 我们已经是完美的了 在运动可以带给你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层面 比如说更有自信心 然后接人不拔的一些心态 我觉得我想要传递给大家的感受是这样子 学习技术的过程还有学习基本的过程 就是教练就不断地告诉我们说 就是要坚持 然后把你自己所喜爱的东西 然后做到最好 他参与了我很多很多的闪失 然后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陪伴 那其实当然也有一些争吵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谁 就是可以走入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都要去珍惜彼此的存在 有一些训练状况跟比赛的状态 有时候就是不是很影响这样 给自己比较大的压力 那就产生了就是比较低潮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我一直不断告诉自己也做了很多练习 然后其实也有跟教练啊朋友啊家人讨论过 那其实我也有做一些冥想 那我觉得在透过这样子不断的沟通 然后不断的跟自己的对话的这个过程 就是让自己可以回到就是最原本 然后最初的自己去告诉自己说 这一条路就是我自己想要做的 那如果真的是我自己想要做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好去担心的 因为你只有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那不论结果如何 在这过程中其实就是已经是完美的 转动 实现梦想